大家好 觀眾 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一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今次是楊國仲和大家談天氣 我們今天繼續受著東北有風的影響 今早的天氣仍然有點涼 6時時市區的氣溫大約是17度 新界普遍是再涼一點 沙田是16度 大埔是15度 石江和樓浦山一帶只有13至14度 大家今早出門後上班上學的時候 最好都是穿上外套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看到 其實華南地區也有些雲層覆蓋著 不過可以看到 沿岸的地區甚至是南海的北部 這些雲層相對是比較鬆散一些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都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不過部分地區是會有煙霞的 早上天氣也是比較涼 今天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21度 風勢方面整體都是吹著一些和緩的東至東北風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 將會有股東北季後風的補充 就會抵達華南沿岸 屆時我們除了會轉出一些偏北風之外 這股季後風的補充 將會將中國內陸的一些比較涼的空氣 帶到來沿岸的地區 所以我們預計 接下來的幾天 早上天氣也是比較涼的 最低氣溫大約是15至16度左右 不過天晰方面 都會短暫時間有陽光的 好了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